好的 主播 這起行車糾紛 發生在新北市中和區 新南路二段 可以看到現場轎車擋風玻璃 是碎塵蜘蛛網狀 車窗同樣也被砸出 一個大洞 被砸的車主實在好無奈 帶你聽一段稍稍訪問 我做錯什麼 對 可能他們覺得 我們在挑戰他之類的 對 你只是碎碎的這樣開而已嘛 對 他們開多快 我就這樣開多快 根據了解三名嫌犯 在轟爐地發現被害人車輛後 拿出車上球棍 砸車 痛砸一噸後一秒落跑 被害人嚇得趕緊報警 警方掌握試案車輛 進行攔截圍捕 將犯前代盤所偵訊 訊號將犯前依侵犯 妨害秩序罪 虧損罪移送新北地檢署徵辦 行車糾紛大動肝火 不僅得吃上勞飯 還得負起賠償責任 以上是為你掌握的 最新情形 直播 我是方彥迪 主播工作 讓我學習傾聽所有人的意見 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斷 也許我們無法踏遍所有土地 一旦能從新聞裡看盡每一道風景 我是方彥迪 請你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要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 怎麼了 我女兒臉色髮子了 趕快救護車一直沒來 林鄭1點多 一對夫妻抱著女童攔警車求救 趕快幫我們臉弄一下好不好 拜託一下 趕快幫我們收音 原來她們兩歲女兒 全身抽搐臉色髮子陷入昏迷 原警爸忙載人衝醫院民敵開道 我會幫我打電動一下好不好 請跟爸爸 請爸爸在這裡 女童媽媽緊張到不斷痛哭 爸爸則是鎮定不斷喊著女兒名字 那個小朋友昏倒了 你先進去先進去 十分鐘車程只花短短兩分鐘就到 爸爸下車抱女兒衝進急診室 原來是熱鏡員造成女童失去意識 而夫婦二人最後也對原警積極的協助 頻頻表達感謝之意 女童媽媽說救護車太慢了 但消防局澄清 貨爆後調配最近消防分隊救護車 1點21分出車 1點28分抵達只花7分鐘 但病患已經自行就醫 家長可能心急如焚 衝到馬路求救 好駕載女童順利就醫有驚無險 藥震王松 高雄報導 我是戴立剛 也是氣象專家 18年的氣象主播位子 告訴你最準確的天氣訊息 當然更重要的天氣內容 就要鎖定我們中視氣象台 更多的新聞信息內容 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 兩名男子在人行道上畫夾美兩句 其中一人竟然理智線斷裂 手拿螺絲起子大力砸爆公車戰牌 還連續垂打兩下才甘願離開 同行朋友全都嚇壞 世華在台北嚴平北路三段 檢方貨爆到場查看 發現公車戰牌毀損 裂成蜘蛛網狀 上面還留有一個小孔 周邊人行道上也有血跡殘留 後續釣魚監視器 原來是附近熱炒店的酒客 核刀斷片與朋友起口角 暴力砸戰牌泄憤 而周邊血跡則是王姓熱炒店廚師 聽聞電外糾紛出來查看時 不小心隔傷手指流血 警方破爆後 釣魚監視器查獲相關犯前道案 全案依回屬公屋罪 移送士林地點署偵犯 而堂浪亂砸一通的還有他 士林區文林路一處郵局ATM 黑男子全身包緊緊掏出袋中的物品 就往螢幕砸過去 隨即把塑膠袋亂扔快步離去 由於年關將禁 警方不敢大意 火叔到場查看 發現提管機玻璃碎裂 地板遺留鋁罐 磚頭等 好在ATM內的現金完好無損 那經警方積極調閱監視器鎖定犯嫌 是士林地方檢查署所核發支拘票 於犯嫌北投住處將犯嫌拘疾到案 檢除不調查犯嫌當天情緒不穩定 一時衝動暴力破壞ATM 並沒有要搶走財務的意圖 傳言訊後也以毀損罪險 移請士林地點署偵辦 這位黃天堂長官也台北報導 我是徐國豪 在中視新聞首次坐上主播台 體會到播報新聞所需要的穩健台風 以及掌握突發即時新聞的隨機應變 為觀眾播報最及時的新聞 就是展現專業的時刻 更多新聞請鎖定中視新聞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 圓景團團包圍下 一對男女突然抱在一起痛哭流涕 原來男子是毒品通氣犯 下車買東西被警方抓個正著 卻與車上的女友難設難分 18在新北市板橋區江寧路三段 1月28日下午1點多 圓景發現一浪為停轿車 車主旅姓男子卻是通氣在案 立即到朝埋伏 等旅姓男子回到車上時 圓景馬上衝上前圍步 男子犯罪被捕 卻上演起深情戲碼 眾目睽睽下與女友痛哭暴別 還拜託警察載女友去另外的地方 但深情掩蓋不了犯罪的事實 男子依毒品危害防治條例 移送台北地檢署偵辦 記者新北綜合報導 我是陳俊根 從踩在風災的攤方斷橋 到衛星雲圖背後的天氣預報 棚內棚外的採訪播報經驗 持續衝擊火花 督促往報導真相 更多新聞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並且開啟小鈴鐺喔